好 再来看到台湾的电影 再次大方一台 这是宏马克导演的作品替身 在加拿大的国际影展当中 拿到了最佳的杰出外语片 而且呢 他还亲临上台演说 行调台湾 国际加拿大电影节 事前就已经知道 来自台湾的作品替身 获得杰出外语片奖 导演宏马克和加拿大台商会人员 却迟迟没听到主持人宣布上台领奖 幸好经过当地前台商会长紧急争取 主办单位坦承 漏掉宏马克的名字 并立刻在典礼中途 邀请来自台湾的导演上台 这个机会宏马克也立刻把握 别的导演只有30秒的致辞时间 他一讲就讲了5分钟 成了全场注目的焦点 借机提到我是来自台湾 然后也提到就是台湾跟泰国的差别 台湾不是泰国 虽然发音很像 我还跟他说 我希望我能解释你的笑话更多 我知道你很有趣 我跟他说 我希望我英文好一点 这样我就听得懂你的笑话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很好笑 我本来是发自内心 想要让他知道说我的英文不够好 结果没有想到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 他还成功行销台湾 典礼结束后并举办百步的台湾作品发表会 也让很多国际导演意外的说 没想到台湾的电影很好看 成功的为台湾电影打响名号 记者张一志张哲元台湾报导